我們看一看二十二題的題目 這題目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這句 Area of CDFE greater than Area of ADFG by 30cm² 即是它比下面的這個Area 是多30cm² 那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要回到Volume的話 我們要知道height是多少 我們的base呢 Base Area不如不妨也先找到 這個也沒什麼所謂的 Base Area就是怎樣 就是因為是一個梯形 上底加下底乘高除2 Base Area就知道是14cm² 然後我們當h是height 就是height就是像ce的長度就是height Area of CDFE的話 我們就看哪一個 就是斜面這個 這個Area就會是5x2h ADFG的話就是上面這個 ADFG的話就是2xh 然後它是30cm² 就是這個大減小的 就是這個大減小的 就是等於30cm 那就是h呢 三個h等於30cm h呢 就是等於10cm 那你要計回Volume的話 就是計回Base Area 乘回height 就是14乘10cm 所以這個Volume 就是140cm³ 所以答案是A來的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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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說